祝福,大秘密也是难得的在微博晒出多张美照,感谢大家的祝福。 她表示,用收到的红包钱去买了个热狗,最后送上几张照片以及今年最特别的祝福。 好友Angela Baby,黄晓明和张大大精心准备了跨国花篮,而沙逸给杨幂送祝福时说错星座,让大秘密笑喷被分为今年最特别的祝福。 9月12日,刘凯薇在微博上晒出一张女儿小糯米的画作,并发文,每年庆身的祝福里多了一位多才多艺的小美女,话际绝佳,糯米妈咪姚蜜生日快乐。 随后,姚蜜也转发了刘凯薇的微博,力破网上传出两人不合的传言。 好友范冰冰也在微博发布两人贴脸亲密合照一张,并复文称,亲爱的小蜜,生日快乐,愿你一切愿望成真,开心,幸福。 这张高颜值照片中,范冰冰嘟着嘴萌萌哒,杨蜜泽一手揽着冰冰的肩膀,对着镜头微笑。 两位高颜值女神童话,觉得粉丝们尖叫不断,对此,两家粉丝表示,冰冰匿密,有意长存。 冰出演《九四晚一天同龙记》被一众网友分为最美周植若,自出道起便以无PS无天下的美年文明娱乐圈。 虽如今已51岁,当她出席各项活动时依旧能看到皮肤紧致细密,动营神言有着不少网友求出驻人密集。 而最近,素有娱乐圈不老女神之称的周海妹一波新剧照竟惨遭网友吐槽。 网友纷纷评论,脸不浮肿,忍不出,脸将疑似打针。 原来网友吐槽的这种剧照出自薛源剑之汉之云。 剧中的周海妹不仅由之前的鹅蛋脸变成了大圆脸一色发浮,眼角细纹更是层层一步,令独众网友大呼, 我们年龙时期的周海妹还不长这样呀,她到底遭受了什么? 苍天哪,这还是曾经的周芷若吗?简直来自岁月的暴击。 原来美人耻目这么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